母亲节到了 感谢妈妈不只要体贴母亲在家辛劳 面对各行各业也有勤奋的妈妈们 她们几乎在任何时候都展现出勤奋努力的美德 因此东西新闻 新闻广角进单元 这一集特别推出母亲节专辑 要带观众朋友一起来看看认真辛劳的妈妈们 好 在台湾的云林有一群中高龄的妈妈们 遇到了失业瓶颈 她们决定靠着十万的创业金来起家 卖想拿手的家常料理 她们不只卖餐饮 还结合了景点导览来销售商品 旺季的时候月营收就可以冲破百万 打蛋换着大片的龙须菜炒着家常的海菜煎蛋 52岁的李敏华中高龄失业 求知碰壁一度很沮丧 我们有去那个端菜给客人吃那个 想说那个收入又不稳定 初一十五才有 减轻家里的负担 而且来这里做我觉得很快乐 一起下面一起 草莲上有 小小八平大的厨房挤了五六位失业的妈妈 但她们没有丧志 靠着十万的创业金赚钱 腌制的小西瓜切成条状 伴着蚝仔炒 越南籍的杨秋恒四十四岁 先生是残障人士 一个人要养家要带孩子 不开牧丽 帮耳鸟 帮耳壳在那个海里这边 装了钱很少 我就会帮助两个小孩 孤单一点 不想只赚劳力钱 他们突发奇想 利用云林口湖的海产做变化 火焰烧烤下 只见淋上酒的乌鱼子 慢慢呈现金黄色 看起来的这一手 不要碰到乌鱼子 客人边吃边玩 但他们不只卖餐饮 还结合景点的导览 销售的商品 忘记月营收冲破百万 增加在地的就业机会 那我们要有就业机会 必定就是要去设计 一些服务的内容 你才能知道说 我进来的人 要放在哪一个区块 尽管遇到人生的挫折 但妈妈们没有放弃 用简单的手艺 走出自己的路 东三财经新闻 张一华 吴佑树 云林报道 母亲接受到食安风波的影响 手工蛋糕是密室崛起 在台北这间手工蛋糕店 他们青年级的老板 还是长春藤名校的硕士生 他舍弃了百万年薪的工作机会 回到台湾来创业 创业两年 要力拼千万年营收 他用法国奶油 还有日本面粉 做出来蛋糕 不只是内科人的最爱 企业大佬还有明星 都点名要选个 草莓配酥脆塔皮 还有方形的卡士达蛋糕 母亲节档情 一天订单进百科 靠手工掳获名人味 实力唱将张宇 布老女神林慧平 都是座上宾 连科技大佬叶国仪 许慎雄的弟弟 也是老主顾 大部分的客人 可能是科技业的老板 或是一些 就是银行的高级主管 号称内科蛋糕王 秘诀就在春手工 海绵蛋糕加了杏仁 酥酥一层添口感 馅料更是秘密武器 法国鲜奶油加进焦糖 蒸果酱 打成绵密的乳咖啡色 一层蛋糕抹一层馅 原料看得见 这些人选很好的食材 那自从食安风波之后 其实客人越来越能够理解 青年型女老板 她叫张黎文 在长春的名校 读到人资硕士 回她的创业 拼千万年营收 当时只是想说 可能毕业之后 就会做跟自己所学相关的一个工作 怀抱着一个 做给家人吃 做给妈妈吃的一个心情 然后去做甜点 从DIY起步 饺子在家做 其实并不难 奶糖 那我们还有用海藻糖 交战甜点心脏 卡仕达酱 准备300毫升的牛奶 糖60克 蛋黄3到4克 一汤匙的奶油和半杯面粉 能做出400克的卡仕达酱 大概就是把牛奶直到沸腾 内含面粉能做出浓稠度 边加热边搅拌 再冷藏半小时 大功告成 其实基本上就是蛋啊 面粉跟那个鲜奶的部分 调配好就可以了 不管是抹在蛋糕上 或是挤在塔皮 甚至是千层派 百搭馅料 加点水果点缀 自制成本 百元有找 在食安风暴下 手工蛋糕 逆势崛起 也掀起DIY风 靠自己把关 吃得健康 东森 财经讯会派一辰 陈文杰 台北报道 好 再来看到了 日本东京 日前举办了美魔女大赛 冠军呢 是由43岁的家庭主妇 姬一轮九美来获得 她已经是三个小孩的妈了 但是她的身材 还有脸蛋 还是保持相当的好 她表示呢 以前曾经想要当艺权 但是没有如愿 很感谢呢 先生支持她 参加这一次的比赛 得到冠军 她非常开心 第五届东京美魔女大赛 冠军揭晓 成为新一代美魔女 姬伦九美简直不敢相信 两只眼真的超大 用手捂住嘴巴 谢谢 不认为你 你认为你威力 不认为我 今年43岁的金伦九美 目前是全职妈妈 身材脸蛋都保持得相当好 完全看不出来 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 她表示年轻时 曾经梦想当艺人 很感谢家人 支持她参加比赛 本届美魔女选拔 总共有1850人报名参加 最后选出21位嘉丽 大家无不使出浑身解数 秀出十八般才艺 有人大跳热情的森巴舞 有人穿上阿拉伯服饰爆气象 花招摆出吸引评审目光 美魔女话题近来在日本发酵 从演艺圈到一般家庭主妇 都有美魔女要选 49岁的伊藤麻衣子 被封为今年的美魔女艺人 日前上节目 还是保有年轻少女的气质 动灵功力 令人 刮目相看 东森社会中心中何报道 好 小朋友是爸爸妈妈的宝贝 不过童言无忌 有时候他们说的话 总让人觉得好气又好笑 相声的网络上就出现一段影片 由一名七岁的美国小女孩 不但说妈妈肚子像贝狗 还说妈妈拉她好像没有洗澡 还希望妈妈死后把iPad给送给她 一人串二毒的话 全被妈妈头上的摄影机给拍得下来 七岁的Seddy平常没啥乐趣 就是很爱消遣自己的老妈 为了让网友知道自己的女儿有多很多 Johanna常常带着头部摄影机 记录下她的每一句话 还剪辑PO上网路 真的是又好气又好笑 天真无邪的Seddy从四岁开始就连猪炮 每天不断地对母亲冷言嘲讽 Johanna不但没有生气 还觉得这是女儿表达爱的方式 Johanna每天记录下女儿说的话 剪辑PO上网 有网友认为小女儿太超过 好像喝醉的酒鬼 但是Johanna不在意 又是哪天女儿不再跟她说话 恐怕只会更难过 妈咪 当我们回家 我会告诉你 所有事情你做的错 东森新闻 夏伟林 陈诗勇报道 母亲节到了 您送妈妈礼物了吗 您可能不知道 当初发想出母亲节的贾维斯女士 只是想要纪念自己过世的妈妈 没有想到 现在却成了全世界风行母亲节 美国维斯 贾维斯女士在1908年 将5月第二个礼拜天定为母亲节 并且希望子女 在这一天送妈妈一宿康乃星 母亲节当然少不了卡片 鲜花还有礼物 去年美国光是母亲节的相关消费 预估就高达约薪台币4600亿元 不过贾维斯生前 对于母亲节被过度的商业化 感到相当的生气 他晚年还曾经在母亲节上的 抗疫活动遭到逮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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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